两岁半本是哼儿哥 过家家的光景 但这位宝宝小小年纪 竟烦恼的狂掉头发 据武汉晚报11月10号报道 一名两岁半的男童东东 父母为了让他报考知名幼儿园 给他报了五个陪优班 东东因压力过大 导致成片成片的掉头发 最终被诊断为班突 据悉班突是一种 跟自身免疫力相关的疾病 压力过大 精神负担过重 都可能导致集体免疫力下降 诱发该病 过去多数是中青年 现在有明显年轻化趋势 医生说 门诊常碰到十几岁的初高中生 甚至是小学生 因学习压力过大 患上班突 有些孩子因为过度焦虑 把头发 眉毛和睫毛 全都罢光了 不过 给东东治疗的医师表示 逐渐减腹后 大多数班突都可自然痊愈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第十几岁 第十几岁